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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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光环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如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原本有十根手指怎么变成九根了呢 我 我脚趾为试 试 试杀国贼 好一个脚趾为试 来啊 咱 将他剩下的手指全部斩去 看他还有何可教 诺 诺 我就是没了手指 仍然有口可以吞贼 有蛇可以骂贼 割掉他的舌头 砸掉他的牙齿 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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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蛇把光荣 enter 出马荣 出马荣 冬成 你的病可好点了吗 看来一剂药还不够 还得再来一剂 来啊 带上来 诺 清童 把你听到的给大伙说说 诺 诺才遵命 今天晚上 诺才经过主子的上房 在窗外听见主子和太医 寄屏商量 商量要在丞相的汤药里下毒 简儒 骂得好 这个奴才是简 草贼 事已至此 我别无所求 只求宿死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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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着急你招什么急的 我还有话要问你 清童 你的主子说你贱 你自个儿说你贱不贱 奴才 奴才 你贱 因为你犯了两条大罪 你贱不贱 其一 身为奴才 你却与主子的小妾通奸 其二 你身为奴才 却隔窗偷听主子谈话 这还不算 还跑来向我告密 你这不是卖主秋荣吗 嗯 这两桩大罪的任何一桩 都可以让你罪是万断 东城 看来你是有眼无珠啊 竟然养出这等奴才 还不如养一条赖皮狗 你说对不对 是 是 老杨 在 即刻把这个奴才拉下去 斩首 诺 丞相 我救了您 为何还要杀我呀 丞相 饶命啊 丞相 饶命啊 丞相 饶命啊 列位都看见了吧 我曹操虽狠 却正邪分明 你们说对不对啊 丞相说的是急事 丞相说的是急事 当辰 拿出来吧 把玉带赵 拿出来吧 什么玉带赵 就是陛下 藏在玉带里的血赵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没有 万万没有 好 武器 我 你以为 银子 你以为 然你以为 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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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 你以为 你以为 车骑将军 董诚 西凉太守 马腾 长水校尉 种计 左将军刘备 果然就这个奸罪 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不可 来 喝酒 哼 喝酒 我不是 喝酒 啊 我是 我不是 我不是 皇上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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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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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董臣谋反你知道吗 朕 不知道 破纸修照的事 你这么快就忘了 那是我做的事 不关陛下的事 那当然是你做的事 你是董臣的女儿吗 你们妇女合谋 陛下 请听臣的一句忠告 这回的事 我只处置董妃一人 但是如果还有下回 那就跟陛下有关了 爱妃 爱妃 董妃已有身孕 能不能等她生下皇子在 你是想让那个逆子 将来为母报仇吗 他想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知道他是谁吗 朕当然知道他是爱琴的女儿 朕的曹菲 来 过来 陛下喜欢他吗 朕喜欢他 喜欢就好 中功不可空虚 陛下不可无后 曹菲贤德 请陛下 李曹菲为后 李曹菲 朕册封曹菲为中功皇后 吴王八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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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王八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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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发兵徐州 剿灭刘备 灭刘之后 迎战袁绍 护天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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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刘备 弃雪拜祭 祖宗天灵 朝廷不幸 国贼肆虐 贵妃惨遭徒 忠臣隐恨九卷 刘备 尚不能安邦兴国 下不能剿贼出海 苦渡日月 痛断肝肠 刘备 仅此焚香告天 臣与那曹贼 势不两立 宁愿赴汤蹈火 也必手刃奸贼 主公 曹军来了 里方 在 准备好了吗 末将只等主公令下 好 估计袁绍大军也居此不愿了 你进入援军大营后 不要先去见袁绍 去见许优 许优乃袁绍心腹谋臣 举足轻重 你见到他后跟他道明原位 得到他的支持以后 再去见袁绍 如此把握会更大些 明白了 善战者一往无前 善谋者瞻前顾后 此次出征 丞相动用了全部精锐 严州几乎是一座空城 据哨探报 袁绍的数十万大军 已经进驻关渡 护士严州 如果袁绍聪明的话 令数万疑兵在正面牵制我们 自己亲率禁旅 急攻我们的后邦 则许传堪危 一旦许传有失 我们将败无可归 失去根据啊 此一招对袁绍 难道不是上策吗 确实是上策 但对袁绍来讲 那就未必了 袁绍是个多于寡断之主 他进而畏惧 退而贪力 临敌时是五分把握 他不战 七分把握也不战 非等到十分把握了 他才全力一战 军机瞬息万变 哪有十分把握的机会 我料 如果丞相在十日之内拿下徐州城 袁绍不敢轻举啊 恕我直言 你看徐州城如此坚实 十日之内能拿下吗 不可能 再者 袁绍多疑寡断 可他身边不乏智谋之势啊 延峰 许优等人 难道看不出圣机所在 他们不会建议袁绍围攻衍州 那就看我们的衍州将士 能够坚守到多久 如果坚守到丞相 能一举攻下徐州城 那我们就是南北双县 双获胜利 如果不能的话 先生 那就 如果 拿不下这徐州 那我们将退屋根据 坚入险境啊 用兵就是用险 无险就无胜 丞相如果现在不去徐州城 那么日后再去徐州的话 刘备他必定要偷袭徐城 日后之险大于今日之险案 成狱有谋略 寻狱有见识 你们二人的话 我听了都颇受教义 你们知道吗 想当年袁绍做十八路主侯盟主的时候 对董卓就是卫手卫尾 千言不尽 由此可见 袁绍兵多却是庸主 刘备兵少却有雄才 若要战胜袁绍 好 必须得先行攻许徐州 华尔备兵多卫尽 驾 刘备 你本是我的囊中物 池中鱼 只因我一时疏忽才让你偷得徐州 曹操 你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刘备与天下英雄都已奉旨讨贼 势必杀你 天底下想杀我的人多了 可惜都成了种种枯骨 你不是我的对手 还是赶快献成吧 我会给你一片地让你继续种韭菜 否则破城之时鸡犬不留 那就试试吧 我军随少却兵精将勇 你兵马随多却必败无疑 你何以如此自大 因为袁绍已举大军奔袭足下后方 几日后定会攻陷许昌 试问足下 那时候你是入黄土呢 还是下九泉呢 你对袁绍的估计过高了吗 我对足下的估计过高了 我原以为你心在毒 也当有一丝人伦 不至于杀害贵妃 没想到 你竟然绞死了怀胎的贵妃 让自己的女儿建卫中宫 可见你禽兽不如 你当真要战吗 战至最后一夕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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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左将军刘备的侍臣 主供拆我 渐渐残军许流 走 这么说 那曹操曹孟德 亲统二十万兵马 正在攻打徐州 是啊 徐州万极 我家主公请元公快快发兵啊 万极 你的意思是说 你家主公刘备 已经守不住城池了 不不 徐州固若金汤 激战正憨哪 好一个固若金汤 直说吧 一方 刘备尚能支撑多少十日 百日胡说 五十日啊 恐怕也多说了吧 哎 哎 徐先生啊 我家主公的原话是 他定战至最后一人 最后一个 我主公说 徐先生满腹刀链 在员工价前 是一言九鼎啊 只有先请徐先生准了 才能让员工进军哪 你家主公真是这么说的 习字不缠 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儿正等着他攻打徐州呢 好 哎 哎哎 哎哎哎哎 嘿嘿嘿嘿嘿 这个如何是好啊 儒等在这儿说起什么 小公子病了 主公交六万分 我等都不敢进去 都与我闪开 诺 苍天哪 苍见 这可怎么办 我可怎么办 在下许佑拜见主公 许佑 小儿突然患病 生命垂危 你说我怎么办 主公五佑 少公子定无大碍 一点小鸡而已 主公 我们的圣鸡到了 什么圣鸡 主公 方才刘备派弥方前来报信 说是那曹操正亲统二十万大军 在攻打徐州 如此一来 那许昌定然空虚 请主公立刻挥师东进 一举荡平许昌 那曹贼一旦失去了根据 事必大乱 而且 我们可以顺手牵羊 顺势迎取献帝 从今以后 这邪天子已令诸侯的 可就是主公你了 天下指日可待呀 许昌有多远哪 主公 你不会连许昌有多远都不记得了 才二百五十里呀 我儿现在一步都走不动 哪走得了二百多里呢 主公啊 我 我没说要邵公子前去呀 我是恳请主公 你派兵齐夕许昌 主公 你就快快下令吧 我儿是我的掌上明珠 他也有不测 我也就不活了 主公 这兵法园 既不可施时不再来呀 灭曹完全在此一举 时不我待主公 在下恳求你快快发兵吧 我心乱如麻 我生魂颠倒 还打什么仗啊 我儿如有不测 我也就不活了 主公 你醒醒醒吧 退下 主公 我 主公 原公 何时发病啊 拥主啊 拥主啊 拥主 拥主 竟然为了一个儒子 一误了这么好的战绩 真乃根骨奇门哪 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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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儒我 掌二十军官 遵命 拥主 拥 拥主 拥主 antasp啊 吸耗 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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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况说 少计报 徐州城日夜激战 城关面前全是曹军的死尸 曹操是有备而来啊 如果曹军伤亡巨大的话 怕是主公的伤亡也少不了 但是 城池还在主公的手里 估计数日之后 袁绍就该出兵了 如果主公坚持不了数日啊 这样 我 率兵出城 偷袭曹操 或许能解徐州之位 虾皮城就交给你把守 绝对不可 将军难道忘了主公的军令了吗 只可坚守 不可出战 主公正在血战 我岂能站在这里看着 将军 整个虾皮城里 只有八千守军 即使你全部带出去攻西 也无济于事啊 相反 如果不出战 曹操就不知虚实 将军你看 临日来咱们牵制了曹军五六万人嘛 他们之所以不敢妄动 就是提防将军你啊 所以 主公的军令是对的 不出战 比出战的作用更大 这样 我只率 两千骑兵偷袭曹操 你打着我的旗号守城 我偷袭得手 即刻回来 绝不恋战 我受命监军 如果将军执意要出城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主公 弥将军回来啦 梦将军回来啦 主公 黎将军回来了 主公 伤着没有 还好 袁绍发病了吗 袁绍他不肯发病 袁绍 他小儿病了 他心思恍惚 无心作战的 他小儿病了 大敌当前生死关头 他身为统帅 岂能为一介小儿一物容积 要是在下不亲眼看见 也不敢相信的 但是袁绍他偏偏就这么做了 那徐优可是明白人 他劝了没有 劝了 袁绍就是不听啊 他就大喊 什么 庸主 庸主 就还被袁绍打了二十军棍呢 就这同主公啊 还不如个婆娘的 上了战场 他也得尿裤子 大哥 咱们不求他相助 咱们自个儿也能打退淘灾 民放 主公 曹操把徐州围得像铁筒一般 你是怎么进场的 奇怪啊 主公 我本来没指望能回来 我潜到城关下一看 到处都是死士啊 这 曹军他撤围了 撤围了 当真 当真 撤围三十里外 扎下了几座大营 看来曹操连日攻城 伤亡惨重 这是下休息调整 养族军力以利在战 他扎的几座大营 一定在妖刀口上 对付 主公要是突围 他们仍可迎头阻击啊 大哥 曹操的军力已经是不支了 所以他才退得远远的嘛 咱们呀 要抓住这个实际 趁业齐齐曹军大营 定刻大胜 也只能如此了 袁绍是没有指望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 若等曹操养族军力 我们就更没有机会了 只有夜出骑兵 放到有几分升级 看看看看 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传令 各营三更造反 四更出城 人险没马过体 只惜曹操中军大营 若能攻杀曹操本人 此一便可胜 大令 遵命 请 主公 依照兵法 我军远来 力在肃战 可你为何要撤军呢 莫非是主公 觉得伤亡太大 有些担心 那五千多具尸首 是我有意留在刘备眼片底下的 什么 这 曹人哪 兵法教出来的都是呆子 你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将 连日攻城 我用的大多都是弱力 精锐部队根本没用 我为何不用 就是因为徐州城间 枪空伤亡太大 既然非伤亡不可 那我就留给刘备 几千具弱旅的尸首 刘备看到城下尸首密布 他肯定会想 是 曹军乏力了 撤军三十里修正 于是 他会怎么样 你说 那 他肯定会趁夜节赢 对了 这就是 那几千具尸首换来的战绩 我们必须要把刘备引出城 才能消灭他 末将明白了 精明两夜 尤其是今夜 无比加倍提防 至于如何设服 只要你安排 我要睡了 分病 我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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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看 曹总是好物防备 咱们杀进去吧 慢着 为何连巡逻的少计都没有 曹操一向军纪严明 不可能连少计都不舍 主公 你看 那两个少计 看来 曹军上下也是疲惫过度了 大哥 杀进去吧 易德子龙 你们看见 那座大仗了吗 那定是曹操中军所在 我现在令你们不顾一切代价冲过去 如果能斩杀曹操 那就大功告成了 遵命 遵命 上 军火 杀 主公 这帐内空无一人 主公 这里也没人 不好 装计了 撤 撤 正逃逃 快撤 没将 兄弟 不信 我是中军主将曹仁 刘备 你中了我家主公计了 快快下马受死 大哥 你先走 曹仁少飞 爷爷在此呢 杀 主公快跑 我等着他们 兄弟们 杀 主公 你看 主公 祝福你神奇妙算 刘备跑不了了 嫉妞 richtige 好 走 这里大局已定 走吧 徐冲 随我去取徐州 走 不 三宗 不 三宗 你把大二贼 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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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箭 嚣死你个大二贼 快 快 不是 怎么回事 分开 看到建团 敌枉 养死你了 念头 这牢 救荷 真的 救 你怎么回事 李总 李总 刘备无能爱 敢问上面 可是大汉黄叔 刘备 刘璇得呼 刘将军 你乃青天之御柱 驾海之金粮 这匡扶汉氏 辱则无旁贷 安可轻生啊 来来来 在下许忧 这乡有礼了 月真还 我们不小心 有礼了 我失敌 大梦荳嶌 山川依旧 孤沾长上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渐点平生之 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话说通 天下英雄 谁是 的手 烈火 非洲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 风流 不是空 也不是遥 一粒 隐魂到永久 不是去 也不是了 我 往来在人间 与天地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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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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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地